据塔斯社12月27日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西方国家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已成为俄乌冲突的参与方 拉夫罗夫还表示 西方旨在全面遏制俄罗斯的政策极其危险 有可能导致和大国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 拉夫罗夫说 北约成员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俄乌冲突的参与方 西方国家除了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外 还派遣雇佣兵和军事教官参与乌方作战 美国还实时的向乌方提供卫星和其他侦查情报 美国正在尽其所能使俄乌冲突更加激烈和暴力 美国国防部不断提高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开支标准 并要求其盟友也这样做 自2月以来 乌方获得了超过400亿美元的西方武器 这相当于许多欧洲国家的国防预算 拉夫罗夫表示 欧盟跟随美国和北约的步伐对俄方加码制裁 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对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 为此 俄罗斯将不再考虑与欧盟启动任何联合项目 此外 拉夫罗夫还表示 西方旨在全面遏制俄罗斯的政策极其危险 有可能导致和大国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 拉夫罗夫在采访中指出 有关俄罗斯将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不负责任的猜测 正在西方不断出现 而俄方观点则完全不同 俄方一再重申核战争中没有赢家 绝不能发动核战争 但与此同时 西方政客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辞越来越尖锐 俄罗斯对美国和整个西方围绕核武器话题的大肆宣传 深表关节